我被猜的发惊成了傻子,我突然发现了这些爱国主义者的逻辑,他们所谓的爱国主义,就是基于那些虚化的国家意识,而忽略活生生人的命运,这其实是畸形的爱国主义。 脱离人本主义的爱国主义是可怕的,海上传奇放映之前,我早早出发去电影院,一到电影院门口,就遇到几位捧着摄影器材的同胞,他们是新华社的记者,一聊才知道,新华社在世界很多城市先建了记者站,现在增加了视频报道,想要打造成中国的CNN。 若实力需要洋雇员,新华社的报道组里,常常可以看到老外,原来主国经济发展也让老外进折摇,什么能问什么,不能问这些洋雇员一清二楚,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每周也会参加新闻通信会。 他们的问题总在中国的影响力上打转,你怎么看待中国电影在世界的影响力? 你认为西方观众为什么热爱中国文化? 说实话这样,的问题我每次都答不出来,导演蒋正科自己的工作被用来证明大火崛起,这实在是让人难为情的事情。 因为我知道,文化影响力不是拿钱到好莱坞,办个电影节,或者去各大影展万万之夜,放放烟火就能解决的。 终于轮到我上台,向观众介绍我的新片《海上传奇》,下张科作品《海上传奇》台下马场,让我心生得意,一半亚洲面孔,一半西方长相也呈现了多伦多的移民特点。 我讲到了这是一个由私人讲述构筑成的城市记忆,片中有很多采访,我必须找到那些历史事件的当事员,聆听他们生命经验中的细节,才能理解历史。 因为对我来说,没有细节的历史是抽象的。 这次大会安排给我的翻译,是一个原籍天津的女孩,她八岁住国在加拿大长大,翻译的中文口语非常熟练,只是我从小被学校训练,习惯用书面语演讲,却给她添了些麻烦。 当我谈到没有细节的历史是抽象的时,她一时找不到恰当的措辞,就翻译成了,历史是模糊的。 这时候,戏剧性的一刻发生了,台下一位年龄不超过二十五岁的中国女生,突然站起来打断我的发言,高声说道,翻译在篡改导演的讲话。 剧场瞬间安静下来,人们被这一幕搞猛了,都愣在那里。 那位中国女生突然用英文讲起来,然后又把自己的话翻译成中文,她说,导演说历史是抽象的,而翻译却故意翻译成历史是模糊的。 让西方观众以为中国不重视历史,什么都是模糊的,这是别有用心的抹黑中国。 我愣在那里,一下子没想明白,抽象和模糊的区别,因为同时我在想另一个问题,一个翻译上的错误,是不是有必要上刚上线,说成故意抹黑中国。 我一时想不明白,好在主持人换了话题问我,我开始继续介绍电影。 过了一会儿,当我从舞台上走,下来的时候,这位女生突然拉住我激动的说,你的翻译是不是台湾人,看样子应该是台湾人。 她在故意挖去你的讲话,她在抹黑中国,她应该是台独分子。 我说,不,她是天津人。 她愣了一下突然跑到旁边的新华社记者那里,面对摄影机说,刚才那个翻译挖去导演的讲话,她在西方人面前讲中国人不尊敬历史,中国的历史是模糊的,你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揭露出来。 我像局外人一样,站在一边看着这位女生。 她将个人,政府,国家概念模糊在了一起,为了虚无的面子,可以无视一切,这就是她的爱国主义吗? 她的低龄也让我吃惊,是什么造就了一个生活在北美的中国女孩,如此激烈的国家主义信仰,和如此脆弱的国家信息。 不是在北京,而是在北美,让我遭遇了年轻的爱国者。 晚上电影节放映海上传奇,她眼前进来一位九十多岁的上海老奶奶。 听说她一九四九年离开上海后,再没回去过。 放映结束的时候,看她的家人把她又轮离推走。 我不敢跟她交谈。 对电影,对上海她怎样反应,我都无法承受。 离开家六十年,看到今天的上海,她会跟我说些什么呢? 长久的分别,再次相遇的时候都会是一种尴尬。 意外的是有一位女生,二十岁左右切生生的样子,放映后讨问,导演,我想问你一个会让你不愉快的问题,你为什么要拍这样脏兮兮的上海,拍这些有政治色彩的人,给西方人看吗? 我说,我在拍上海的某一个侧面,上海除了浦东,淮海路之外,还有松州和两岸密集的工业区,还有南市那些狭小的弄堂,生活就是这个样子,上海就是这个样子。 上海的破旧小弄堂女生突然愤怒起来,那你有没有考虑,你的电影被外国人看到,会影响他们对上海,对中国的印象,甚至会影响外国人对中国投资的信心。 我也愤怒起来,想那么多外国人干嘛?就为了那些投资,为了外国人怎么看中国,我们就忽视一种真实的存在吗? 中国十三亿人口中有很多人依旧生活在贫穷的环境中,难道我们可以无事吗? 短暂的沉默后,女生对我轻蔑的一笑,说道,是啊,为了祖国的尊严, 我们当然不应该描述那些人的情况。 我背开的话惊成了傻子,我突然发现了这些爱国主义者的逻辑。 他们所谓的爱国主义,就是基于那些虚幻的国家意识,而忽略活生生人的命运,这其实是畸形的爱国主义。 脱离人本主义的爱国主义是可怕的。 如果集体迴避我们的社会问题,如果我们的文化没有能力反映我们生存中的真实困境,未来会怎么样呢? 感谢观看